好 Mr.冠軍 心得分享 3 2 1 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安老師 今天看到我穿這個衣服應該知道我又要說什麼了對不對 6月19號比賽完的心得跟各位車友分享一下 第一個心得是 我覺得禮拜六一定要去練車 如果你要比賽的話禮拜六一定要去練車好嗎 練車很重要 因為你很難禮拜天一去就適應那個賽道適應那個節奏 我可以講一下禮拜天的流程給你聽 禮拜天流程就是 第一個就是官方練習暖身 暖身也不是官方練習就暖身 然後接下來就預賽預決賽決賽 就總共跑四場而已 所以你前面你都沒有開到 你暖身完以後馬上就要下去 預賽預決賽決賽 我覺得 這個勢力應該沒有這麼強啦 我相信以台灣頂尖的選手來看 我看應該勢力也沒那麼強 禮拜六一定要去好嗎 因為而且禮拜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他要測試 你就不用從最後一位開始起跑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啦 老師那一天禮拜六 老師早上八點就出門了 對吧然後上到晚上九點才回家 是吧因為最近補習班招生季嘛 多點學生來啊好嗎 老師才可以繼續賽車OK 好感謝啦 感謝因為真的很多車友都幫我們介紹學生來補習班 感謝我代表禮漢數學全體同仁 感謝大家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我的感想是 你該花的錢一定要花 前面很像是你該花的時間 也就是你禮拜六該去練習 第二個是你該花的錢一定要花 例如說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就要開心態來練習 因為你要去模擬 你測試時候的情況 或者是你一下場的情況 那那些心態最後開不完都可以留下來沒有關係 反而平常練習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反而不應該開心態 因為你平常練習開心態就很浪費嘛 對吧 像那一天比賽輪胎一套是8500 那你開在平常全心態不是就很浪費 你反而在練習的時候你開心態 沒關係練完以後留下來 等平常練習的時候再用 對吧 因為你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到就是心態它的設定 它的方式 然後該花的錢一定要花 這就是我的經驗 那例如說像煞車皮也是 如果你為了要有良好的腳感 你也可以把煞車皮換起來 反正那還有剩練習的時候可以用 對不對 那前面兩個重點總結就是 時間該去就是要去 金錢該花就是要花 因為你要從事這項運動 你的資源就是要進去 你的資源就包括你的時間你的金錢 這是很必要的 如果你有決心要取勝的話 我覺得我建議各位車友啦 這是我的心得啦 一定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是 我那一天在預決賽的時候 就是跟在一台車後面 那因為我在彎中的時候 因為我可能想跟很近想要超車啦 那我在彎中跟很近的時候 不小心推到人家 因為人家是前車 我是後車我推到人家 那下來的時候 因為一下來我也是馬上去跟對方質疑 就是說不好意思 剛在彎中真的推到你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人家在前面你在後面 你在彎中推到人家 那就是你不對啦 雖然可能這個車友他沒有因此就是 就是失去什麼優勢或者是失去位置 但是因為你是後面去推到人家 這個就是不對的 你下來就是要跟人家講 雖然可能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但是我覺得基於就是 對對手的尊重 就是我敬人一辭人敬我一丈嘛 對不對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下來一定要跟對方講一下 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不好意思 剛在彎中不小心推到你了 抱歉抱歉抱歉 因為就是 這講了以後就會 我覺得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對吧 這樣也會形成一個就是 一個開車蠻良好的風氣 應該是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不然有時候就是可能 對方可能也看說你怎麼沒來講 你也覺得也不用講 那可能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 可能也沒事啦 可能但是就是可能會有個小小的誤會在那裡 我覺得就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去就是想要就是 一起玩樂一起進步 對吧 因為大家去最主要是想要大家競爭快樂 對不對交朋友的競爭 不是去解仇恨嘛 對不對 對吧 對吧 所以這是我就是這幾年從事賽車運動下來的經驗 希望就是 欸 車友就可以一起參與 然後大家在那邊就是 技術的競技這樣子 然後大家一起成長一起進步 我覺得這才是最主要的 然後 最後一點 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說就是這一次有 就是我第一次比滴滴路比賽我說差0.9 那第二次比賽我覺得有近0.3 再0.6 對不對 剩0.6 那這一次 嗯 第二個0.3 我好像沒有追到0.3 我好像只追了0.1而已啦 就是 進步了一點點 這也就是為什麼前面我就 叫各位車友就是 該 禮拜六要去練車要去練車啦 齁 不然這樣 秒數 沒進步 沒進步其實 這樣技術沒進步 就失去了去從事這項運動 的初衷最主要的意義嘛 對吧 所以我只是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我覺得我這一次就是進步一點 有進步啦 進步一點點 齁 因為 我覺得我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 因為我禮拜六沒辦法去 但是是 蔡成陽她會幫我試車子 然後我禮拜天就會有一台 就是很好駕馭的車子可以開啦 然後再加上她很有經驗嘛 你跟她反應什麼問題 尤其是 我就反應兩個調整 尤其是那個最後一個調整 直接讓秒數直接進0.8 我也只是跟她講 我在開車的時候感受 然後她就知道怎麼去 弄這個車子 那這是我覺得 這是 我一個很大的優勢啊 但是我不能把這個優勢 當作就是 呃 理所當然 懂嗎 齁 那是因為她真的很有經驗 然後她 真的很懂 所以她可以 可以幫你 預條 然後可以幫你預判斷 然後可以 很有經驗的一下就 幫你把車子設定好 但是我覺得 不見得 齁 適用於 所有的車友啦 會覺得就是這個是 很正常很自然 我也會跟我自己這樣講 就是 呃 對吧齁 齁 就是這樣的感想啦 好嗎 這一次就是我 以上這些就是我 6月19號 比賽的感想 那接下來 我也會 拍影片 講解一下 就是6月19號的一些 呃內容心得 或者自己一些缺失 好 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嗎 啊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